11号是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推翻前总理哈希纳的学生 则继续地在街头维持秩序 同时也把守各大宗教场所 严防极端分子利用种族问题闹事 来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挥的报道 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四天 首都达卡一些机构开始复工 交通异常繁忙 主要路口都能看到学生在指挥交通 想方设法保障城市运转 目前达卡约六成警察已回警局报道 但所有交警仍没有回归岗位 交通仍旧靠学生和志愿者指挥 学生表示他们也在修复在示威活动中损坏的建筑 达卡市最著名的印度神庙 达卡瓦瑞神庙外也有二十几名穆斯林大学生 他们认为有极端分子可能故意散播谣言 挑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关系 因此在重要宗教场所历史建筑外轮流把守 学生表示他们相信和支持 由努斯领导的临时政府 并且愿意和警察军方合作 希望孟加拉可以在未来的一两个月 恢复社会秩序 才能尽快开始重建经济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孟加拉达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